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以利亚信心的祷告 上帝在一个很混乱的时代里面 兴起以利亚 圣经说以利亚和我们一样 有一样的性情 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上帝就是兴起一个普通的人 和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 来和当时的亚哈王作对 以利亚凭什么和亚哈王作对呢 他没有金钱势力武力 也没有什么百姓拥护他 他有什么可以和亚哈王作对的本钱呢 但是以利亚有一样武器 就是祷告 大有功效的祷告 以利亚的祷告啊 令当时最有权势的亚哈王 万分的苦恼 以利亚就是借着祷告 胜了一场伟大的战争 以至有四百多个八例先知被杀 那以利亚的祷告呢 第一啊 是遵照神旨意的祷告 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说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落也不下雨 这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和勇敢 才能够宣告的 这也绝不是随便说说来恐吓人的 那以利亚的勇敢和信心从哪里来呢 是从他遵照神的旨意而来的 也就是说他宣告啊 不是凭自己宣告 而是神要他这样宣告 显然要降灾给以色列人的是上帝 而不是以利亚 以利亚本人并没有任何的能力和权柄 对待他的同胞 乃是神借着以利亚这位神的仆人 来管教以色列人 可是神呢 要以利亚照着他的旨意去祷告 然后神又照着以利亚的祷告显出神的作为 上帝这样做呢 是要教导他的百姓认识义人的祷告 功效是很大的 另一方面呢 也表明上帝愿意在他所要行的事上 和他同心 又愿意那些和他同心的人呢 分享上帝的荣耀 第二方面呢 以利亚的祷告啊 是甘愿受苦的祷告 以利亚自己受干旱之苦 和其他以色列人是不同的 因为以利亚自己不能忍受这个苦的时候呢 如果以利亚祷告 不就可以解除自己的痛苦吗 但以利亚却不肯为自己而祷告求雨 所以他所受的干旱之苦 不是不得已 而是甘愿的 以利亚不肯为自己的需要 而破坏神的计划 以利亚不求雨 和挪亚不马上离开方舟 主耶稣不变石头为面包 是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的 最后呢 以利亚的祷告是为神征战的祷告 就以当时有七千个 以色列人没有向巴黎屈膝来说 以利亚完全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可见那七千个人是躲 躲起来的 不是公开表示支持以利亚 所以以利亚可以说是孤立的 但是以利亚怎么样 向几乎全部背叛神的同胞 证明耶和华是神呢 他是借着祷告 借着祷告 他使亚哈知道耶和华是神 又使巴黎的先知知道 他们所做的是虚假的 也使以色列人知道 他们都上当受骗了 所以他是为神征战的祷告 甘愿受苦的祷告 遵照神旨意的祷告 待会儿我们都学习 以利亚有信心的祷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